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周日和议会议员会面 要求议员与即将成立的新政府 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并且全力帮助政府解决挑战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 哈梅内伊当天会见了议会全体成员 他表示议会最紧急的任务 就是对新总统佩泽西齐扬 提名的内阁成员即行投票 越早通过投票对国家就越好 哈梅内伊还表示 议会要全力帮助政府解决挑战 哈梅内伊还说 加沙问题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首要问题 虽然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抵抗组织 但抵抗运动的力量日渐强大 双方的争斗还会继续 此外 他还要求议会积极参与抵消制裁的问题 防卫卫视 正开旅日穆森 德黑兰报道